且老太爷什么也不怕 只怕自己过不了八十大手 万万没想到 老舍是在重庆北贝写下了著名长篇 《四十同堂》的第一句话 抗战时期 北贝是陪都重庆的重要千建区 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等云集于此 1938年 老舍从武汉撤退到重庆 期间他住过不少地方 但住得最久的是北贝这栋中西河壁的小楼 房舍系专幕结构 面积约八十平方米 御音环绕 环境静谧 走进小楼 四屋一厅 右边住的是作家老巷 左后边住文鞋干事萧博青 老舍一家六口 住正厅和正左居室 居住于此 生活拮据 老舍贫血 时常被头晕锁容 一向幽默的他便戏称这里为头晕斋 在这栋小楼里 老舍经历了抗战时期 最困难的阶段 创作完成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剧本 如张自忠 归去来西 国家至上 四世同堂 第一 二部等 对老舍来说 在重庆生活的八年时光 是艰难与丰收并存的岁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